喂 你好 成功補習班 以前的升學壓力是會讓家長害怕的 就是考不上怎麼辦 考不上是不是要跟我們一樣去做工 派你拿飯吃了嗎 門都沒有 所以我覺得這時候的小朋友的夢想 就會變成很渺小 我覺得慢慢的慢慢的就會停止成長 停止想像 做自己想做的勇氣對不對 那王善禾他就是枷鎖更多一點 包括他父親對他的期待 面對於跟自己想像中的兒子 可以說是360度的不一樣 那一場戲是我決定我要去變性 因為角色是已經很多年沒有回家 然後我看到欣凌姐的眼睛 那個眼神剩下愛 以那個角色的立場就是全世界都可以反對我 但是我希望我的家人是支持我去做這件事情 爸 我每次都跟導演說 其實這角色滿痛的 但是開心的 因為他最後是得到大家的愛 你沒有進那個家 所以你不知道有這麼多故事 在這個世界上發生 所以就是希望很多王善禾們都可以 再快樂一點 再知道我們懂他們一點 謝謝大家 們